第一点看起来蔡政府好像很有道理 我就对于特定的项目 不是全部福岛的食品 就会比较容易累积的 比方说海产 因为它排放了很多的放射性的水 比方说卤制品 因为卤牛要秘乳 要做成卤制品 它要累积一段时间等等 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完全没有道理 刚刚郝市长讲了 我们换到什么不知道 再来呢 我要讲一句话 就是福祉再进到台湾 又让台湾朝向绝子绝孙又进了一步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样都照国际标准 好棒棒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带好心 环境荷尔门 杀虫剂 除草剂 树化剂 空污 重金属 土地污染 水污染 每一样都照国际标准 通通加起来结果是什么 走向绝子绝孙 我们薛市长在这里 你自己回去看一看 第一个 我们台湾的男女性的生育率 英文叫 Facundity 大幅下降 以男性而言 你们自己Google看一下 每一年的精虫 减少1% 而且不可逆 第二个 女性超过33岁以后 生育率大幅下降 所以国建署一再呼吁 我们在15年的时候 女性的初婚平均年龄是30岁 他说33岁就不行了 那只有三年的时间可以生小孩 那不是绝子绝孙吗 你自己去看看 薛市长你在这里 我们老同事 我们台湾是青壮年 青少年 青年人 最不结婚的国家 是不是 你回答是不是 你自己的网站 第二个 台湾是全世界生育率 最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总生育率一个妇女 生不到一个小孩 生不如死 全世界有比我们更低的吗 你自己讲 第三个 这几年 虐儿虐老 是不是不断增加 是不是 自己看 卫物部的网站 再来 我们自杀 台大的学生 人生胜利组 学霸 20年和21年 五天里面三个自杀死亡 不是强要自杀 不是自杀未成 我要讲一句话 零检出 我们以前所有的标准 全部要改 卫物部跟食药署 全部改 因为台湾已经走上 绝子绝孙了 所以 苏贞昌昨天说什么 说国民党阻碍核实进来 是什么 是让台湾退步 讲得太好了 为什么 这么烂的行政院长 这么烂的蔡政府 你们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他下架 所以你们是阻碍国家进步 所以我要说 苏贞昌是一个烂人 他说人家 蔡英文 谢那个什么 郑立文是 没见晓 苏贞昌是全世界 最没见晓的人 我现在就说他 烂人